大空去洁云飞扬 啊 啊 啊 回家海内西归故乡 回家海内西归故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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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閣满山西西收山 安閣满山西西收山 孙子方 宗斯方 诸位贤侄不远千里赶来 为寡人祝寿 伯父就已久致谢了 真是精伟大器 乃世上西汉之物啊 的确的确的确精伟啊 事实无常啊 就在前次 国舅大人 带陛下送寡人这龙头拐杖的时候 他还遗旨气势 也然是君临吾国 可曾几何时 刀下鬼了 你们还太年轻啊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他一面大一面亲 用以维护朝纲旱律 一面又大刀阔斧的撕碎组织 这不就挡住众人耳目 让人说不敢说 义不敢义了吗 我们的父亲都不在了 你是我们唯一的伯父 我们就得靠你了 你们的父亲都冤死了 如今他要欺负的 就只有伯父了 他怎么敢 他不是还送你龙头拐杖了吗 这拐杖外面是笑脸 里面包着的可是利剑 最阴毒的就是 他采纳了甲义 治安策里的损招 让我们的儿孙 都来瓜分我们那些封地 用不了多久 我们的国王封号 也就空有其名了 他话大为小 我们不会计小为大 只要大家齐心 天下的事 就不是他想怎么办 就可以怎么办 大王 礼品都准备好了 好 不说这些赌心的事了 诸位贤侄 走 不错 是三十六份吗 不多不少 整整三十六份 三十六个郡的礼物 要大体相当 数量不再多 但要珍贵稀罕 云中俊手 这可是云中俊手 张武的礼品吗 正是 打开 给这个人的礼 要格外重些 他也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给他加一只玉蝉 遵命 妙 妙 坚固的城池 就是从这里攻破的 这个人可是陛下 从小带大 最忠心 最得意的一名 爱将 明白了 明白了 伯父真乃 深谋远虑之人哪 这才叫 打铁药催到火口上 楚国要是有 吴国这么富有 也 记住 会赚钱的人 顶多可称为智者 会花钱的 才可称为会者 有钱攥在手里 不会花 钱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伯父 成大事哲也 此后有事 只管吩咐 楚国没钱 可有人呢 好啊 好 有仲贤之这份心 老夫就踏实了 吴王特使 到我云中郡有何归干呢 吴王命下官带来些薄礼 特送与张军手 打开 采断二十匹 织锦三十匹 绣平十八湖 七七两香 都是吴国的特产 吴王可真是有心哪 他六十兽弹 我张武卫送半点一瓶 他却还惦记着我 吴王最佩服的就是张将军了 张将军从小就陪伴在陛下左右 早已深得陛下宠爱 如今张大人又束手北部边疆 不光北部边疆繁荣安定 而且还引来了四方民邦的大批移民 真是威名扬天下呀 谢吴王谬赞 云中军能有今天 也是上皇皇恩浩荡 下靠兵鸣奋发 吴王的心意 我张武心里了 可这礼物啊 万万都能收 请特使带回去吧 吴王再三吩咐下官 这玉禅 务必亲自交给张大人 给张公 呀激ride激ride 这宫殿真气派呀 大人是陛下的堂哥 难道 就没见过伟阳公吗 我以前只进过常乐宫 今日才来为阳宫啊 没见过没见过 哎呀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呢 我一介农夫进皇宫 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 哪还敢胡言乱语啊 你是天下的仲天高手 陛下都招你进宫了 讲什么农不农的 我也是个农夫嘛 小民怎敢跟瓜根侯打人比 你是侯爷呀 看看你这丑一丝里的 还付了爵位 你是公侍啊 天下没见过这样的皇帝啊 田中的好还封爵 还赐房子 赐地啊 诸位 诸位请先去沐浴 沐浴后赏美人朝服一套 而后在禁殿拜见陛下 诸位请 请 请巴公师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陛下常乐未央 陛下常乐未央 中尉平身吧 谢陛下 这几天你们逛了长安 游乐朝廷临院 歇息过来了吧 肯等遍体通胎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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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里的梁官都不愿意收粮食了 说是没地方放 从前年起国库就一再奏报 说库满梁多要求再建苍蝉 今日诸位来到长安 正更知道了我大汉的富足啊 储粮于民 储富于民 就该是我们的国策呀 陛下证明 百姓家有三年余粮 朝廷还能缺粮是吗 好 好 众爱卿随朕来 走走走走 咱们还多过来 别过来 看来 来 请请 哎呦 啊 什么 很可爱啊 是啊 是啊 啊 那么 镇就般召天下 大汉天下 全免天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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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公元前167年 刘恒召告天下全勉填租 刘恒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 第一位在全国全勉填租的皇帝 乡亲们 朝廷颁布御旨 免除全部税收 所重庄稼都会自己享用 朝廷全免添租了 咱们以后啊 就再也不用交税了 太好了 挺挺挺挺 我说啊 我说啊 你们懂什么呀 这是我进宫见陛下 亲口跟陛下提的 荣今这皇帝啊 还真挺咱们小民的 陈三大爷 你真见上皇帝了 那皇帝长啥样啊 咱们这皇帝啊 眼睛是真亮啊 就像当年高祖皇帝的眼睛一样亮 三十年了变得真快啊 哪都变了 就是陈三爷这腿没变 这怕什么 下辈子我还到大汗来 到那个时候 就会长出一双好腿 对 对 对对对 陛下 于是他 天气转凉 又喘不上气来了 老臣也就这个样子了 陛下可要多保重身体啊 于是大夫 面天租的预兆都下了吧 预兆早已搬下 如今 蒲天下的老百姓 都在庆贺这件事呢 好好好 是件大好事啊 大好事啊 可天租免了 税收也就少了 下来就该按朝中议定的 裁剑荣原 我看 就先从后宫开始吧 陛下 可真是率先垂法呢 原王又从吴国来信了 正是 陛下 那吴王刘弼 趁六十大寿之机 将淮南王 刘安 楚王刘 激王刘泽 招之吴国 大白酒宴 并给全国各郡国的太守 没人送了一份后礼 哎 臣以为 刘帝这样用钱财 拉拢朝廷命完 岂有些事 现在各郡县用的还是吴国柱的钱币吗 是啊 那吴国铜矿主量足 那铜的成什么 也比其他的封国的铜要好得多啊 看来改变为朝廷铸碧一事 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 是啊陛下 老于是你来看 哎呀哎呀陛下朝廷的铜身可要比吴国留弊的大多了陛下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精明细密的币 又谨慎行事的人去管理才行啊 哈哈 老于是说的对 是得找个精明细致的人去掌管朝廷的钱库才行啊 邓童啊 陛下 你跟着朕有不少年头了吧 嗯 打从陛下进宫起有二十年了吧 哦 都二十年了 啊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人挪活数挪死 这话你听过吧 陛下 这是 朕看你是个精细而又谨慎的人 也该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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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候朕的人 还有许多别人不曾有的长处 陛下 等通不走 等通不离开陛下 等通走了 别人伺候陛下 等通不放心哪陛下 你离开朕 去为朕铸钱币 这可比给朕 年末胆辰 及浓疮的用处大得多 可你要记住了 你要是干不好 朕 可要你的脑袋 诺 陛下 皇后真是心灵耳灵 光听脚步就知道是朕来了 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了 还兴什么礼啊 说过多少回了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我 跟了陛下几十年了 这习惯要改呀 还真难 陛下 这浓疮还没好啊 是啊 让臣妾为陛下积极浓水吧 儿臣拜见父皇 拜见母后 好 启儿啊 来来来 等同要去蜀郡了 日后可就没人给朕挤农了 你就来为父皇做这件事情 诺 我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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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朕儿子 还没有一个黄头狼 伺候朕伺候的书仙 东东这臭小子 就会用这种恶心的招数 去讨好父皇 为什么不胜药啊 隔三差五的去给济农 亏着小子小子出来 可父皇偏偏服了他 怪 真怪 启儿 别发牢骚了 这世上什么样的人没有啊 这种恶于奉承的人 父皇还让他去管铸臂 他早晚会是大汉的农抱 母亲知道 启儿最相信的 还是像太傅朝措那样 刚正不恶的人 邓大人 当年咱俩同时进宫 一起服侍陛下 可现在让我回元吉了 你们 那你就不能高抬贵手 让我老死宫中吗 我不能服侍陛下 那我还可以扫个地 擦擦桌子什么的 哎呀是啊 自打十四岁就入了宫了 那还是前秦时候 我就没离开宫廷一步 可是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呢 让我回老家去 我老家在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 邓大人 我不走 我就是死啊 也要死在咱宫里头 死也要死在宫里头 哎呀 你们这又哭又闹的 像什么话呀 怎么办呀 你们当年从哪儿来 少府都有记录啊 这还求找不到家吗 至于你们日后的日子 少府都有了安排了 饿不着 我们是有家不敢回呀 都这么老呢 让我们怎么见人呢 是啊 都这么大年纪了 哎呀 正因为你们都是宫中的 老皇门老美人 这不才最后轮到你们吗 你们也不替陛下想想 这田租全眠以后 朝廷少收多少税款啊 啊 这陛下吃穿都尽量节俭 你们还闹什么呀 啊 不才宫里的人 哪有那么多钱养活你们啊 邓大人 你这才叫保汉不知恶汉记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是啊 你是心里有底了 怎么也踩不到你头上啊 是啊 别瞎嚷嚷 邓大人我明天也得走 什么 你也走 邓大人也被踩了 你 你去哪里呀 我上蜀郡穷山开铜矿去 邓大人都走了 我们谁还能留在这儿呢 留不住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散了散了散了吧 啊 回去吧 回去吧 哎呀 你们都回去吧 回去吧 这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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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钟大夫邓通 一定要让世人知道 黄头狼也不一定 就只会赐 嗯 拜见太子 来 喝呀 啊 哎 哎呀 哎呀 咬勺子干嘛 松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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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我熬死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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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躺下 躺下 母亲 燕儿想你 好想你 燕兒 要跟你在一起 燕兒 來了 這塊玉倒兩歲了 這是陸原公主嫁給趙王張茂 並去趙國使我送給她的 可憐的燕兒 燕兒最後還是沒能見到陸原姐姐 趁這個舊父能做的 也就是將燕兒和惠弟葬在一起 來 哎呀 哎呀 念碎不饒人 這話呀 一點兒不假 如今的我呀 再也蹬不上這台階了 人老了不中用了 母親 快別這麼說 誰還沒有老的那一天哪 是啊奶奶 記得奶奶那年 帶啟兒登這台階時 走得可快了 值得奶奶心意的事 你們都成了晴天之助了 我這輩子 就算再也登不上這台階 心裡啊也滿足了 母親 母親是天下少有的母親 母親養育了兩代軍王 今天天下雁然百姓樂業 母親功不可沒了 陛下 別再跟母親談天下的事了 母親啊 早就跟你說過 那些軍國大事 多跟太子說說 母親啊以後再也不過問了 母親啊 不管啟兒長多大 胃有多高 權有多寫 奶奶永遠是啟兒的依賴 啟兒這話沒錯 在朕心裡 母親這裡 永遠都是朕的 避風避雨之地 張大人 到長安來 試見陛下 宋大人 你知道嗎 陛下要調我去北地京 好啊 不愧是陛下的愛家 雷行前陛下還要面獸聖意 對了 待見過陛下後 我請你喝酒 好啊 陛下 張五參見陛下 張五 張五 朕問你 你現在家產多少 珍寶幾盒啊 看朕幹什麼 膝蓋軟了嗎 張五 你不就是喜歡玉嗎 朕把朕的玉職給你 夠不夠 陛下 張五受惠 張五知罪了 陛下殺了張五吧 殺了張五吧 殺了張五吧 殺了你 那還不容易嗎 陛下 為杜絕貪命 朕是朝綱 張五請求一死 以警天下 張五 最該萬死 怎麼說 你不是不知道朕之所想 也不是不知道你的罪有多重 你 張五就了了你這行願 张老后自打在白灯山遇到打野兔的你起快四十年了你一直都跟着朕 陛下招务服了陛下招务错了 一个帝王和一个臣子近四十年的交情不易啊 陛下朕杀了你 朕去哪里再找一个交往快四十年的张五兄弟 陛下 臣知道陛下毁了朝廷清晨 杀住蛇民受贿之风 操了多少心 分了多大力 为了这个 我看 连国舅大人都 想起国舅和朕这心里就像为千刀交割一般 朕幼年丧父 舅父就如父亲一样 教朕读书 教朕骑舍 教朕做人 教朕治国平天下 可他触犯朝路 又离离教不改 朕不杀他 朕如何去面对天下 那陛下怎么不杀我 杀了我吧 就算杀我十回 也抵不上一个国舅大人的命金贵啊 你与国舅不一样 他代表的是一层人 天下所有的封王公亲大臣 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他 朕不杀他 就难震天下 难杀奢靡之风 可你就不懂 朕不杀你 也可以清除这股风 让天下所有的官吏都知道廉耻二字 曾而自律 赵宏明白了 从今往后 微臣的两千弹俸禄 自愿减半够持就行 其余的全部充公 微臣祈求戴罪立功 北帝君和云中军同样重要 都是匈奴进攻我长安最近的地方 你可要替朕守好了 另外 吴王其人 你该知道吧 哦 微臣在离开云中军前 一定把留给他的仓处 改为和各封国的一样大 绝不给他什么特权 陛下废除官传 是为了天下货物交易畅通 怎能为他无国议价 独创方便 那你收到人家的礼呢 陛下 赵宏会彻底赎罪的 可依我看 要打进长安 大禅宇 请看 这里 北帝郡 离长安最近 这一带虽地广人稀 可一旦攻下北帝郡的萧关 占据了朝那城 跨过千里杳无人际的荒漠 不出两天 就可攻入长安 到那时 难道汉庭就不会派兵把守吗 汉庭自然会派重兵把守 哎 你既然知道 这条路 有重兵把守 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走这条路呢 教授 为什么把我押着什么居心 周杭瑜 你接着说 汉人的兵书上讲 兵不厌诈 我们要学习汉人的诈术 那就是派出小谷人马 去云中上郡捕园 进行骚扰 麻痹汉人 让他们以为 我们又是小打小闹 而此时 我们的大队人马 已经踏过范夫人城 直抵北帝军 打进北帝军后 我们要兵分两路 修徒王部 魂爷王部 走朝纳 拿下汉庭皇帝的行宫 回忠宫 直取雍城 另一只走彭阳 攻占汉庭皇帝的甘泉宫 之后 两路人马 朝长安禁闭 我们终于哪里遇到 五二 拿着 你母亲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全靠这只玉蝉养着 五二啊 你不是说过吗 等你母亲真是到了那一天 把这玉蝉含在嘴里 睡在地下 可以千年百年不烂吗 人都这么说 你见过千年百年不烂的尸首啊 母亲 要不五二救我 五二 你拿着啊 母亲不信这个 尸首不烂 有什么好的 人千人才万人踏的 你拿着啊 母亲 五二的好的母亲 五二到了北帝军 一定为你争过 这 这不是人家送你的吗 你少交一样给福库 谁会知道啊 父亲 你就别过来 好 我不管 你偿来 你可真是 这些人家羊 你想想到这个地上 你需要问你 哪儿 谁让你问我 我能不能够了 你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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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就知道这红木蜂 定会即刻把你招来 程度尉 快说 来了多少驯动人 不足一百人马 在长城外 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 还有人不时在笔花这下了 去 把那匹马抬进来 再把虎落尖庄 恢复原样的 程度尉 降下其番吧 别草木皆兵了 这群强盗 又想偷偷摸摸地进来 弄点湿的穿呢 小打小闹 没什么出息 日后 要是没有重大军情 就不要随意升起不风 免得百姓人心惶惶 张大人 末将只是在严格执行 朝廷的军规 如实禀报敌情 你看 这不风 不是已经降下来了吗 好了好了 我马上就要离开云中郡 调往北地郡 日后 我也管不了你这云中郡的事 我一直在想 陛下历来要我们这些做属下 要少扰民 少资民 才不愿多惊扰百姓啊 我已进去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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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沙特的做属下 等于这些沙特的战场 我认为了 对 我认为了 你 我认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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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